現在就下載 酒吧新聞台APP 隨時隨地收聽我們精彩節目 沒關係 下來還有一個跟著叫除暑 這是一個解氣 除就是我們處理的處 我們做事情要處理 處理的方式 暑呢就是暑就是夏儀 夏天的暑非常嚴熱 那就是你碰到除暑 一個願意叫做上針下祖 因為有碰到大儀 就是上針下祖 但是沒關係 各位朋友因為在台灣 大家都可以憑自己的方式 過自己的生活 小董喔 我有時候講新聞 我當然 常常會用我自己人生的體驗 把它帶進去 所以有時候 有些朋友 可能 因為 你就像一個寫作者 作家 他常常會把自己過去生活的情境 把它帶進他的小說裡面 但是我講的東西是百分之百真 我不講假 那罵人當然有很多種方式 對不對 你今天要講一個事實或不是事實 譬如講 靖州刊報道了 國民黨台北市黨部 黃李錦盧啊 他說黃李錦盧 指使國民黨前立委 小景田啊 去幫林姓兒買票 那 等於說 這個錢喔 就是黃李拜託 小景田 給大家的 這個是 台北市去年選舉的一個 會顯案啊 那會顯案到現在為止呢 一審 林姓兒 當選有效 他在國民黨 第一次當選了士林北投的議員 第一次等於說一審 他當選有效 那 黃李錦盧 也很生氣 他去告靖州刊 今天上午宣判了 他 因為他告你妨害我名義嘛 要求賠50萬 包括記者 包括社長賠委 這樣 今天上午他官司打贏了 賠10萬 那各位朋友 其實 有時候 像我們在寫作或講的東西 常常會有官司啊 這種官司你碰到 看你講的東西是不是真嘛 那你今天講黃李錦盧 拜託大家 拜託 前立委蕭景田給錢給大家 這個 就不是事實啊 所以法官判決他只講一句 因為靖州官做辯解嘛 那這辯解 他說 這個只是一個意見的表達 他們寫這個東西只是一個意見表達 但是法院說不是 你這個叫做事實的陳述 那黃李錦盧有沒有 鎖死小景田去給錢 沒有 你沒有任何證據嘛 對不對 這個不是一個意見的表達 意見表達就像小董天天在罵人 我意見表達啊 民進黨是一個畜生黨啊 我意見表達啊 那事實陳述呢 事實陳述那又不一樣 你看你裡面有一個時間地點人物 這個就不一樣 各位朋友在法律上 這東西是很重要 很多人不明就裡啊 那當然在法院上 你也可以看到 現在當然國民黨 七年打贏選戰 到現在八月才第一審才打贏啊 對方提上訴 二審 二審大概 我看大概明年五六月啊 總統大選早就選完了 在三審 明年年底了啊 那你也 意義也不大了 那民進黨喔 比較厲害 民進黨的司法 偏向他 而且他有很多這樣的人才啊 所以民進黨比較厲害 民進黨現在就 用很多方式 就是 以送指棒 以送指棒 各位不要看 昨天銀報董事長 說他辭職了 獨立董事 李退支也辭職了 對不對 其實他們現在蒐集資料 要告很多名嘴啊 要告很多媒體 你知道嗎 這家公司還太有錢了 請幾個律師告訴你啊 然後你就準備要跑法院 各位朋友你不要解說 會這樣嗎 會 我跟各位保證 過一陣子很多人都要 收到船票了 有沒有包括我 我不知道啦 但我非常知道民進黨的手法 各位朋友 他的手法就是這樣啊 所以館長 館長不用哀哀叫 館長那個我一看就知道不會有事 民進黨派十二個律師 他只是 把館長拿來殺雞進活 你看像館長這樣網路紅人 我們都告他了 你們其他那些小名嘴 對不對 評論員 你們不要認為我們民進黨不告啊 選舉前我們這個動作一定要拿出來啊 選舉前誰在亂講話 我們就告誰啊 那各位朋友 這就是目前的情況啊 那民進黨是個垃圾黨啊 當然啦 大家也都知道 可是 他們很會做一些修飾的東西 那台灣的司法當然偏民進黨 偏的不像話 就是說你有時候要 要那個你 你除非你的膽子要很大 要跟他對幹到底才有辦法 你知道嗎 所以民進黨最近告非常多人 鄭文燦告了誰 然後最近賴清德也告了誰 賴清德最近告張友華 那大家可以看 就很多案子就慢慢的在告 所以現在法院又要開始忙了 又有人告嘛 那大家可以看 小董今年也被告了好幾樁嘛 大家也很清楚 但是你可以看 這就是選舉啊 選舉就有政治啊 有政治 我們就去評論啊 那評論關鍵在於 你是評論 還是事實陳述 那這個裡面的表達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 我不是欠說朋友 你要小心一點 我是欠說有很多人 你在轉推別人了 你可能會被告 這轉推不是我寫的啊 可是你傳播啊 各位你懂吧 我是很善意的 很善意的就是說 如果你在我留言板 或在哪一些東西 你在這邊文章真棒 我要把它轉推 我很討厭誰 我就把它轉推 轉推也有事啊 因為你沒有去求證 你就把它傳播了 這個是有事 很多人不知道啊 那我是非常清楚啊 像我喔 我常被人家修理以後 詆毀或者造謠或什麼 我要去告的話 我可以告好幾千人 而且每一案我都會告贏 我不騙你各位朋友 因為我被告太多 我太清楚 怎麼樣的條件是可以過程啊 但是這個畢竟不是 不是重點為什麼 因為浪費司法之言 我們有時候在講 就是浪費司法之言 那黃麗錦盧這個案子 因為他被摘傷 我只是要告訴各位朋友 靖州康告訴了 靖州康你要講人家 對不對 你要講人家跟嫌疾有關的 因為靖州康跟靖天使 他都在幫民進黨啊 所以他很多東西 你就可以看到 那最近 最近民進黨還在鋪天蓋地 在打高宏安 高宏安當然 新竹市長該打 那他們有很多對話的 民進黨或者立營那些媒體 都拿到了 然後拿出來 拿出來他們再去找他們的 立委 立司來說 這個就怎麼樣 就怎麼樣 所以大家問我說 高宏安會不會有事 因為他們講的那些內容 我早就知道了 那只是他們寫出來 大家寫得很新鮮 那我知道 那 你今天要過程這一條件 對高宏安有傷 對柯文哲有沒有傷 他們要把他打 打成說這就是一個政治破壞 拿來做對比 沒有錯 台灣司法很不公正 但不是每一件都是不公正的 不是每一件 我們講他不公正 並不是講每一件 而是他有很多情況 就是只要碰到政治 他就不公正了 我曾經在我們節目上講 四年前總統大選 然後民進黨政府就講 長沙台商會的會長林淮 幫忙買票 就是說你只要從大陸 長沙回來 投票給韓國瑜 我們就幫你出機票 林淮今天要去坐牢 三年兩個月 各位朋友 三年兩個月 為什麼 這叫殺雞淨猴 我用司法 我不聽該聽 我不是告你 我還讓某些人去坐牢 那林淮今天要去坐牢 各位朋友 林淮是台灣人 台東 小時候家裡很貧窮 到台北來做 幫人家做頭髮 以前做頭髮那個協徒 你知道 那個手都抓到快爛掉了 你泡在那個刺激的那個裡面 抓到快爛掉了 國中畢業 你可以看到 多辛苦 然後慢慢的 打出自己一片江山 覺得說台灣這做頭髮 把很多人做出一個行 把頭髮弄得這麼漂亮 所以他就去大陸做 那早期去大陸 大家覺得他可以信賴 所以推選他當 長沙 台商協會的會長 那他們辦活動 辦了活動 台商大家來參加 有人講 要回去投票 就要怎麼樣 然後林淮就被人家 號稱檢舉 各位 我跟各位講 這個就是要把它螺制 要把它弄成一個 你敢去幫韓國瑜 我們就怎麼來辦你 所以所有人只有林淮去坐牢 要判三年兩個而已 今天要去坐牢 殺雞淨火 跟館長一樣 館長是被告 林淮是今天直接坐牢 這個民進黨用司法 那他用很多鋪天蓋地 來對付高宏安 各位聽我講 高宏安那個案子 要跑掉太困難了 但他今天拿出很多東西來 一件件這個叫零遲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檢察官 把它起訴 起訴以後這個案子 就要交出去了對不對 那交出去 以後其實很多人可以拿到 前本的起訴書嘛 起訴書就交給地方法院 各位懂這個過程嗎 然後地方有案就開庭 檢察官就代表政府 來說高宏安有罪 高宏安跟他的律師 就要來說他無罪 兩邊就在法官的裁解下 這個叫兩兆 兩兆就互相有攻防 然後由法官來做裁解 簡單講就這樣 所以檢察官送出去以後 這個案子就歸法院管 檢察官只是負責讓他 讓他有罪 而且獲得法官的認可 簡單講 那高宏安跟他的律師 只是去做他無罪的陳述 希望獲得法官的認可 所以他的官司下來就這樣 那所有起訴書是個公文書 高宏安說我都還沒有拿到 為什麼自由時報那些人可以拿到 那這個他怎麼拿到我不知道 就是說因為他這個過程是怎麼樣 法院檢察官宣布當天以後 他把這東西整理就寄出去了 就寄出去了 那包括裡面起訴的不起訴的助理 這些人通通會收到同樣的一份 這一份裡面有七個人 一個有罪的高宏安 一個有罪的水母 就是公衛文啊 王佑文 然後其他的無罪 不是無罪 其他是求緩刑的 其他的五個助理 所以總共七個人都可以拿得到 那高宏安還沒有拿到 他認為說這個一定有問題 那依照我自己常被告的 或者我拿到這種判決書的經驗 我覺得問題不大 因為檢察官的問題大在哪裡 大在他在偵查期間 他一直洩漏東西給媒體 那這個就是有益的 高宏安這個是小case 高宏安在案子在被判的時候 一直被露出來 那露出來當然包括檢察官 或者檢察事務官 或者承辦的調查員 反正法院有人在洩漏 台北低檢署本來就是一個台北放水署 他們是一個非常政治的一個署 然後他就一直放水 把這些不利的資料給誰 所以高宏安這個是小事 小case 他這個小case 比較大的是誰 是馬航九 馬航九山莊案他們是有計畫的 給鏡周刊 每一期都做8月到10月的cover story 就錄音帶說馬航九多麼可惡 把山中怎麼去賣給 便宜賣給誰 然後這一期是這樣 下一期又這樣 三期連續三期 所以現在馬航九中 應該要做七年牢 這個就是我們台北地檢署 讓人瞧不起 我每天罵他台北地檢署 就是台北垃圾署 對不對 是啊 你有辦法你去解釋嗎 你對外講我們偵察不公開 可是特定的鏡周刊就可以拿得到 就可以拿得到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要整你啊 我硬要整你啊 那你說這不公平啊 沒有錯啊 台北地檢署就是一個垃圾署 他公平什麼 他就是一個畜生署啊 台北地檢署就是一個畜生署 怎麼樣 我要整你啊 你說政策不公開你怎麼可以公開 不是我公開的啊 你有看到我在公開嗎 那為什麼鏡頭刊登出來一模一樣 啊你要告誰 你告要有個對象啊 你說我們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 檢察事務官 調查員 這麼多人接觸到 你告訴我你要告誰 我們幫你起訴他 你證據拿出來啊 你知道這個就叫耍賴啊 你沒辦法告他啊 沒辦法告他 你只能怎麼辦 因為台北地檢署最大就是檢察長啊 對不對 他們過去在幹 那檢察長洩漏以後 有功啊 把馬航九把他醜化了 所以他就變高檢署檢察長 本來一審變二審啊 後來他就變檢察總長 他叫刑太招啊 各位這就構成啊 沒錯啊小董你媽他畜生署垃圾署 可是 該生的人都生啊 他們無傷啊 各位你懂了吧 後來馬航九受不了啊 你這樣你審判我怎麼會公平呢 各位朋友 因為馬航九太大咖了 他的不公平被看見了 很多小老百姓的不公平沒有被看見啊 所以馬航九就跑去高檢署 就是地檢署的長官 就說我要 我要以審 我不要讓台北地檢署來辦我的案子 他就跟高檢署提出這樣的請求啊 因為台北有兩個地檢署 一個在士林嘛 所以馬航九希望說儀器士林 高檢署季節啊 你今天喔 你今天被人家姓騷喔 被這個警察姓騷 你就繼續被他姓騷 高檢署原來也是一個畜生署垃圾署 來告我 高檢署來告我 你也是一個畜生署垃圾署 你怎麼可以做這樣呢 對不對 各位這令人滑指啊 今天連馬航九都沒辦法處理啊 所以馬航九最後的案子還是交地檢署 地檢署真的就是起訴他了 這就叫做司法迫害 我講這個就叫司法迫害 不管你是台北地檢署或台北高檢署 你們就是幹這一行的 不要臉 不要臉 畜生署是不是 各位我現在講的這個故事 全部是真實的喔 啊你說小董你怎麼昏露又不是你 我看了就不爽啊 對不對 民進黨是一個畜生黨 你們這些什麼檢查署 你們就是畜生署啊 為什麼會碰到馬航九就洩漏成這樣 整本整本的 議文就是把錄音帶喔 我告訴你啊 調查員不會 調查員喔不會洩密啊 洩密的是非常高層的啦 調查員不會洩密 因為調查員去查到的是錄音帶 你拿到錄音帶 你不曉得裡面的內容 你要把它放到錄音機裡面去撥袋子 各位懂不懂 調查員去搜索到錄音帶 他們不曉得內容 所以 要曉得內容的人是什麼 我把這錄音帶 請專人去把它弄成白話文 嗯嗯啊啊 裡面哎呀這個喔 我們應該喔怎麼處理 連這種稀釋都在裡面 這個就叫做議文啊 我最清楚啊 因為我常被告 我很清楚啊 這個議文誰有 檢查官檢查事務官有 其他人怎麼會有 對不對 那你們在幹嘛 你們在吃人夠夠 你們在 踩踏馬鞭酒來升官嘛 各位我講就這樣啊 就這樣啊 那台灣司法會公平嗎 當然不會啊 台灣司法每天在替民進黨 打擊一己 投資謀粉 簡單講 但我沒有講到 百分之百的不公正 他有些案子是公正 那我要講就是 今天林懷要去坐牢 三年兩個月 柔制他 因為你說林懷有 有去幫韓國瑜 選總統買票 你只要抓到一件事情 就贏了 哪一個人拿他的錢去買票 總要有個人吧 今天警察把我抓起來說 你昨天換了一個搶劫案 哇把你上手套抓走了 檢察官把你起訴 那我只問檢察官一句話 誰被我搶劫 總要有個受害人吧 哪一個人被我搶啊 我只問檢察官一句話 法官一定當場把我放了 一定把檢察官罵一頓 你說他搶劫 誰被他搶 總要有個對口的 有誰收到林懷的錢 請告訴我 講不出來對不對 他為什麼要做三年兩個月 這就是我們 我們司法在附和民進黨 在選前故意做出一個這樣 你們那些台商或誰 你要敢挺國民黨或挺柯文哲 我們就會弄一個東西讓你去坐牢 所以財商會的各地的會長 大家不敢動啊 你看林懷在坐牢啊 對不對 管他 他還不是外省人 也不是陸配 他是一個本鄉 土生土長在家裡 在這裡住了幾百年的 林懷 台灣本籍的你看 照樣坐牢 各位 這就是我們司法 公不公平 不公平啊 昨天有個陸配啊 他叫何建華 他其實在林懷案裡面也有 說他去那個 說他在長沙也是負責幫忙 說我買票也是同一個案子 他沒有罪啊 為什麼沒有罪 他說我人不在長沙 你拿出 你拿出照片啊 你裡面有照片有我嗎 我人又不在長沙 我不在場證明我怎麼去買 去那邊呼和買票 你亂講 啊他是什麼案子啊 四年前他代表同一出境黨 當撲文機啊 他跟我講說 怎麼會有那麼多朋友要從政 可能很多人覺得說我當立委 就可以轉票轉票 結果呢 他平常在帶團 一些陸配啊 他的中華婦女嘛 那 他是理事長 有些陸配 有問題就找他 然後 追陸配 花了大概快八千塊啊 就去大陸玩了 檢察官把他起訴 說他買票 你怎麼買票 一般人家五天喔 去大陸要一萬多 為什麼你那個 你這個就是匯險 結果一省二省都無罪 為什麼無罪 很多旅行團不 你說欸七八千塊 這個顯然低於場景啊 我告訴你 有些旅行團根本不要錢 你跟他去五天不要錢了 因為他是採購團 各位各種形態啊 他從你其他的東西賺回來 這就是一個經營的模式嘛 其實這是一個常識啊 可是我檢察官要受你有罪 就是說 你匯險 結果一省二省無罪 那檢察官丟不丟臉 不丟臉 因為你們不認識啊 我們現在很多這樣 你知道嗎 然後就說他違反國安法 又給他一條罪名 限制出境 你知道什麼叫限制出境 就像向心啊 大家知道向心 全台灣最深言他的就是我 王立強案 我已經罵了多少年了 我罵那些檢察官 狗檢察官 狗法官 促身 不要臉 天下無敵 對不對 我講是不是 是啊 一個叫王立強的騙子指控他 為了幫蔡英文顯上 這蔡英文喔 令人髮指啊 蔡英文說明天要去金門參加823 六十年不參加 現在嫌疾到了 就假裝去 哎呀很關心啊 怎麼樣啊 對不對 垃圾總統要去金門 是啊 不管他 但我告訴各位朋友 你想想看喔 我們把向心到現在都還不能出境 快四年了 各位你想想看 他被一個歹徒把他指控 然後他不能出境 台灣有民主嘛 台灣是全世界民主跟人權最不及格的地方 台灣的人權不如北韓 因為台灣是由畜生在執政 畜生黨就是 民主進步黨 垃圾下見下 好謝謝 董哥要不要先講一下今天的行程 今天要上那個東森的五期新聞報 還有中市的那個庶民大頭家 好 謝謝 好那我們今天從柏林立開始 是柏林立 非常感謝柏林立 支持董哥 感謝 感謝 非常感謝 柏林立他 他長期的支持我 還有道洋 道洋我剛在中廣他也來 那他引用忠實的 就是 忠實寫一個老農民 他捐了很多錢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對這塊土地大家都願意付出 有很多感情 然後柯小姐 柯小姐 柯小姐是菲律賓的好友 是他給我一張好看的圖 謝謝 然後GinoGino GinoGino你來了 他還給我一張漂亮的圖 然後Wincent Huang Wincent Huang 說董哥要喝水 是謝謝董哥開發 董哥喝水 頑基雄 謝謝 頑基雄 董哥要喝水 是 感謝頑基雄 然後馬格基 董哥喝水 葉蘭來了 是 然後 是 他 沒有留言 可是他一直給我很大的 是 然後是 盧丁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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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好像不敢 不會 不關心日本核會水 不是不關心 因為政府不講話 核會水過兩天就要出來了 各位朋友 就要放出來了 宋秉龍 謝謝秉龍 非常感謝 秉龍老朋友 然後鍾妍 謝謝鍾妍給我們支持 張文寧 謝謝文寧支持董哥 非常感謝 文寧 然後是 吳釗怡 吳釗怡 吳釗怡是從新竹來的好友 董哥要喝水 是真的 大家都要喝水 補充水分 然後張文寧又來了 謝謝支持董哥 可可 他給我一個百分之百的那個 謝謝可可 非常感謝 好 我們準備回憲 好 歡迎小董真心話 所以我剛剛講的 林懷今天要去坐牢 長沙台商會會長 他們說他幫韓國瑜買票 說只要台商回台灣 他可以幫他出機票 有哪一個台商 被他買的機票 是他幫忙出 抓出一個吧 有一個對口的吧 沒有 他去坐牢 好不好笑 我剛剛講何建華 何建華 四年前代表統處長 他們說他便宜 帶著陸配團出去很便宜 所以這個就涉及匯險 一審二審 檢察官都敗險了 輸了 這個案子已經定案了 為什麼 任何旅遊團 多少錢 並不是說別人多少錢 你家多少錢 為什麼 因為有的是採購團 你懂不懂 就 人家用了這採購團的方式 他比別人便宜 不標之匯險 所以法官一看 台灣市場每個人都知道 只有你這個檢察官 硬要入輪於罪 你不知道故作不知道嗎 對不對 大家就知道 你跟 跟團出國 有些地方你就要去啊 導遊就要拜託你 我們這家蠶屍公司 拜託大家去 這是我們公司的那個 對不對 關係企業或怎麼樣 你就去啊 給他面子 然後裡面 可能 有些人就買個一兩件啊 可以交差啊 他可以戳 戳一下 為什麼 大家可以戳一下 你的旅遊費用就便宜啊 就簡單講就這樣 那他另外一個案子 是怎麼樣 他自己不知道啊 有一天啊 調查員 衝進他的辦公室 沒有 哪 任何搜索票 沒有什麼 就開始翻箱倒櫃 什麼都找不到 揚長而氣啊 過兩天 調查期就給他一個 傳票 叫他到調查期來 行論他一堆東西 然後行為以後 也沒講什麼 因為調查期也不能起訴你 他就要請檢察官 怎麼樣怎麼樣 那他並不知道 他認為 我那個 你說我匯險的 那個旅行社 去旅遊那個沒事啊 剛好他媽媽夠事了 他回家奔商 他是陸配啊 回家奔商 帶著大件小件 從台北到桃園機場 那 那 因為他那時候的 李行社這個案子 還沒有結 他有跟法官講 法官說你一審 沒問題啊 法官沒有 因為已經送法院了嘛 結果到 那邊海關跟他講說 你被限制出境 他說我 我問過海關 那個法官 法官說沒有啊 你說說你是被台北地檢署 限制出境 他地檢署什麼 限制我出境 他說你違反國安法 他就打電話去地檢署 問檢察官 這個檢察官非常可惡 非常可恥 非常讓人家看不起啊 他叫林達啦 到達的達 好像外面風評很不錯 我一向瞧不起這種人 他打氣 問他說我 我為什麼被限制出境 書記官跟他講說 我們檢察官被限制出境 你你限制我出境 我為什麼不知道 我拿了大包小包到機場 然後人家才告訴我 他說我們不一定要通知你 我們三個月之內通知你都可以 中華民國 都被這些檢察官跟法官 搞爛了 對不對 我們有人錢嗎 你限制一個人民的 潛力 你不用告訴他 還振振有辭啊 這是什麼台北地檢署 台北垃圾署 下山爛署 大家來檢驗啊 天底下會有這種事情 然後這種檢察官來獲得 哇 外接收他都怎麼樣都怎麼樣 可以這樣嗎 各位朋友 今天警察抓到犯人 都會告訴你的權利啊 對不對 我們先依照哪一條法令 抓你 你今天騎車 我依據哪一條 我開你紅單 我要告訴你法令 你的權利啊 我要告訴你啊 今天只有檢察官可以這樣 人五人六 琳達你是 你是 太上皇啊 各位朋友 我在講法令的問題 我有時候講得很混淆 為什麼 因為人民 在被你們怎麼樣之前 沒有被法院三審定院之前是無罪 全世界的法令都是這樣啊 他都是無罪的 然後你們忍辱忍辱 你覺得我當了檢察官 我就是皇帝 我高興對誰 限制出境 給他怎麼樣就怎麼樣 譬如說向欣 對不對 向欣的 檢察官叫白聖文啊 讓人瞧不起的白聖文 啊我就討厭你啊 怎麼樣 我要限制你出境啊 法官就配合啊 啊現在最近限多久了 快四年了 可以這樣嗎 他在香港開公司耶 董事長耶 他簽字怎麼辦 總之要批公文要怎麼辦 誰管你啊 對不對 你從大陸移民到香港 你們大陸人 我覺得看不起啊 對不對 在台灣喔 大陸人 還有香港人是沒有人權的 各位不要被騙了 蔡英文政務說 哇我挺香港想什麼 那香港人來這邊都被欺壓 他們信以為真 你挺反送中嘛 你們自己要相信他 你們自己是笨蛋 我講簡單講就是這樣啊 各位你在台灣 你看了多麼讓人家生氣 就這樣 為什麼在搞司法的 不管檢察官或法官 可以這麼忍辱忍辱 可以這麼忍辱忍辱 他是誰啊 每個人都比皇帝大 各位我是不會客氣喔 我老實講 太可惡了 是不是 一般老百姓不會碰到欸 一般老百姓不會碰到 或者老百姓不關心 反正不會輪到我 那到時候輪到你 你再來哭天搶地 說怎麼樣怎麼樣 董哥你要幫我做主 我要幫你做什麼主 我也不是律師啊 很多人講 那個官司喔 你就幫我那個 我怎麼幫你啊 我簡單講 我今天只是看到一些不平的事情 我拿出來講 因為我們台灣的司法 不公平到幾點 尤其碰到政治的案子 百分之九十幾都是親民印黨的 碰到跟政治相關的案子 我不騙你啊 他就親民印黨 那為什麼要去限制向心 向心變兩個案子欸 第一個說他違反國安法 第二個呢 我像國安法辦不了他 用洗錢案把它辦了 所以你在台灣買房子 你這個錢就有問題 各位朋友 洗錢是國際的重罪啊 對不對 忘國公罪啊 所以一半哇 限制出境 那國安法呢 調查體用國安法 地檢署用國安法把它限制出境 後來沒辦法起訴啊 他把案子了結了 送給他的上級高檢署 高檢署說你要再查啊 高檢署垃圾署啊 再查 再查 查了半天還是沒有啊 他沒有違反國安法 送上級高檢署只好認了 上個禮拜啊 說那相親這個案子就定了 所以你查了三年半 定了他沒有事啊 那現在怎麼辦 他還是不能出境 因為他有個洗錢案啊 等洗錢案到時候要辦沒有罪的時候 還可以再辦他一個案子 選爆啊對不對 選爆啊 他違反總統跟副總統選爆啊 他四年前總統大選 他一定有怎麼樣怎麼樣 你跟他揉制一個 他永遠出不了境啊 相親跟他太太公親會不會死在台灣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告訴我們的朋友 你也可以去跟全世界的人講 台灣的人錢比不上北韓 因為台灣的司法人員 都在幫民進黨圖資謀魂 他們是一群狗啊 他們是一群豬啊 各位大家想想看 相親被一個騙子把他指控 這個騙子在幫蔡英文 他叫王立強 這個案子我講多少次了 我今天不是第一次講嗎 在我的這四年的節目 我至少講了二十次 對不對 我不是今年才講 也不是去年才講 我從蔡英文當選我就開始講 王立強的案子給我辦下去啊 那時候前台灣之後 我一個人在講王立強這三個字 沒有人在講這三個字了 那時候選錢講 王立強又指證了 誰誰誰 你看共產黨要花六十億 在台灣花六十億 要讓韓國瑜當選耶 你看怎麼可以這樣 然後蔡英文出來講 哎呀中共 哇用錢收買怎麼樣怎麼樣 他還自己開記者會自己出來講耶 然後我們司法 我們的檢察官說 我們會跟澳洲政府配合怎麼樣 講的有沒有有樣 然後蔡英文當選以後 所有事情通通沒有了 沒有下文 我說怎麼可以這樣 對不對 大家記得嗎 我說蔡英文為什麼 我講他是一個垃圾政府 澳洲政府配合美國 然後再泡這個假的東西 讓蔡英文高票當選啊 2019年12月5號 台灣有媒體燈啊 包括自由時報 澳洲有個農場的主人啊 台灣很多人說去澳洲寫英文 哇遊學 講的很好聽 其實吃到農場 或到屠宰場去打工 然後領了薪水 到農場的女生 住在那裡 三餐吃那裡 幫她工作 工作的錢抵不上住宿跟吃的錢啊 那個老闆說 農場主人說 這不行啊 你要賠稅 來抵 來抵你的時速費用啊 我們有八個女生 陪睡啊 大學生啊 各位朋友 你是不是令人法子啊 像澳洲這種下山爛的國家 我們每天政府在陪校連 我們政府說怎麼可以這樣 新聞只有一天 為什麼不查 台灣的女兒被人家這樣作詐 為什麼不查 因為蔡英文裡就是垃圾 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追究到底 如果不是澳洲是貴桌呢 是中國大陸貴桌 我們早就把它變成一個國際新聞 每天大家喊殺喊打 哎呀中國 你看那中國怎麼可以這樣欺負台灣呢 台灣的女兒怎麼樣 現在台灣女兒 台灣女兒被人家作件當作性奴隸 各位朋友 你只要打澳洲性奴隸 搜尋新聞就出來了 澳洲台灣女孩性奴隸 你打這個去搜尋 我告訴你新聞就出來了 只有一天 我為什麼每天 這麼痛恨這個垃圾政府下山岸啊 這些女生我也通通不認識啊 為什麼我們被人家吃透透 對不對 我們每天在講 哎呀姓梢我們都重視 我們這些女生是當半年的姓奴隸啊 她已經不只是姓梢啊 姓梢啦 姓梢口頭讓你不舒服 身體接觸讓你不舒服 她這個已經不是了 這個已經是令人滑指了 你們這些畜生有沒有在聽啊 有沒有在重視啊 蔡英文 畜生們你們在幹嘛 跑去金門表演 823哇我怎麼樣我怎麼樣 你不是畜生是什麼 眼前的台灣的女孩被人家這樣啊 因為澳洲 哎呀澳洲幫我嫌疾啊 澳洲 澳洲跟美國正在同一線啊 我們就不能囊囊啊 各位這是什麼心態 你有骨骼嗎 你是畜生啊 你骨骼啊 我講就這樣 各位我為什麼 看到民進黨這些人就有氣就這樣 他們眼中只有選舉 然後接著這王立強 向欣這些人選上了 林懷這些人被淹罰了 何建華這些人被修理了 然後他們就選上 中共對我們怎樣怎樣 是啊 那澳洲對你 已經這樣了 把台灣女孩當性奴隸 為什麼沒有下文 快四年了 為什麼沒有下文 你們是豬啊 你們是狗啊 你們 拿人民的錢 你們就不聞不問 因為你們的主子 蔡英文已經當選了 當選以後 大家就開始撈錢 昏紅天下了 不是嗎 喝水 好 我們剛剛念到可可 好 謝謝可可 可可給我一個百分之百的 謝謝 非常謝謝 阿里克斯 謝謝阿里克斯 非常感謝 也給我一張漂亮的圖 Evonne Chan 他也是 就常常 不時每天都來抖念我 都抖念兩三次 非常感謝 還有 謝謝淑明 謝謝淑明 感謝他給我大大一筆的 非常感謝淑明 還有洪家虎 洪家虎給我一個大拇指 讚 是 婆麗佩 婆麗佩 他從美國過來 給我大大的一筆 婆麗佩 他也是 老朋友也是 常常的鼓勵我 非常感謝 還有楊鋒 是 本來司法媒體98%都挺立 他 他寫到我 董哥說不要怕他 是 當然啦 你就是 你越怕他 他越得意 他越摧殘你 他們就是這樣 用這一道 司法配合民進黨 那些政客 然後在那邊 做這些讓人家法子的事情 各位我真是有感而發 安妮 是 他還給我大大的一筆 是 謝謝趙小姐 非常感謝 批評 綠色 然後 就是有罪 沒有錯 真的 遺漏鄉面了 司機車 說董哥午安 謝謝 沒有錯 親回去 他是新加坡 小董的同鄉 金門人 記得喝水 加油 謝謝 還有道揚 道揚你來了 非常感謝 他說董哥 他都會提供一篇 好的文章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邊就要寫 洗錢 或怎麼樣 大陸 各位朋友可以看看這篇文章 謝謝 好 我們準備回現場 好 歡迎小董特新話 那有時候小董講新聞 我講的都會很生氣你知道嗎 其實今天不應該生氣 今天是七夕 農曆7月7號 當然他有很多浪漫的故事啊 但是我要跟各位朋友講 他絕對不是我剛剛在大罵施法 其實現在因為選舉很熱 大家都會看到 你將來會怎麼樣 今天我看到 哇大震撼 看標題這樣 看電視上面叫做大震撼 習耀昌退黨 習耀昌是誰啊 前苗栗現場當了八年 是 後來呢 習耀昌就參加國民黨的 黨內出選 苗栗有兩席議委 三縣跟海縣啊 他就參加三縣 他當過八年縣長 如探朗其物吧 對手呢 對手是他原來的手下 苗栗市的市長叫邱振金 結果選出來 三個禮拜前選出來誰贏 邱振金選贏習耀昌 習耀昌已經過去人物沒有實力了 可是他認為說 國民黨提名 謝福宏選苗栗市長來接我 我挺議長中東錦 結果中東錦打贏了 我已經下架國民黨了 我很厲害啊 習耀昌羞羞臉 你厲害在哪裡 你當個八年縣長 去選一席立委都選不上 你在混啊 我縣長很強啊 縣長是前線耶 我夠半數 你好好笑啊 你夠半數啊 你如果不是國民黨讓你 提名你選 你選得上嗎 我可以選得上 你很強 習耀昌你知道 你什麼時候選個縣長嗎 不代表國民黨下去選 知道齁 還是不知道 你跟劉振宏 國民黨提名劉振宏 你用五黨籍跟他選 你拿多少票 你拿四萬七千票 得票比例多少 百分之十七 你有什麼實力啊 你拿百分之十七的選票 每天要講大話 我早就叫你退黨了 這叫什麼大震撼 他有影響力嗎 每天想說去扒著郭台銘 有什麼好處 各位 我講就是這樣 這種人讓人家看不起 就是看不起到幾點 聯絡報記者 上個禮拜訪問他說 你不知道要下架國民黨 他不認為他是國務 他第一個時間人家講他說 那是我口誤 後來呢 後來聯絡報 老朋友的記者去訪問他 他說國民黨 在我 在我縣長卸任以後 當我縣長 我當縣長資源不夠 國民黨對我不文不文 你當縣長八年 有七年民進黨在執政 國民黨 國民黨黨產都被封查了 國民黨怎麼對你又文又文呢 我請教一下 你應該去通訓民進黨啊 對不對 然後對我不文不文 卸任以後我要選立委 國民黨也沒有幫我 國民黨怎麼幫你 你要選別人也要選啊 我幫你這場黨內出選還公平嗎 可我講就是一個常識啊 這些人活在哪一個年代啊 你已經69歲了 你還要國民黨在明年在 在今年提名你當立委 然後你再當四年喔 然後每天罵國民黨 天底下有這種這種人嗎 我告訴你 你如果認識習恩 習耀昌或是他的朋友 這種人不值得當朋友 我老實講 苗栗人是立委啦 一起習志榮他說我不選啊 習耀昌就是要去搶這一席 結果黨內出選輸了 開始恨國民黨 開始痛罵國民黨 要下架怎麼樣 習耀昌在地方已經沒有影響力了 連黨內出選都輸給 一個他過去的救贖 對不對 我講喔 有時候看這些政治人物 齊齊肉肉 很多我認識 很多我熟 熟識有的也認 不熟但是認識 我老實講 看來看去啊 常有人找我參選啊 我有時候 不想選 因為我看不起老百姓 老百姓認為我投票給你 你就要幫我關收 我不幹啊 我幹嘛替你關收 我自己花錢顯上 我要幫你關收 啊我投票給你啊 董哥 你投票給我 又怎麼樣 董哥我都聽你節目 我好崇拜你啊 怎麼樣 你應該替我怎麼樣 我為什麼要替你怎麼樣 你聽我節目 我很感謝你啊 但是你聽我節目 你是我聽眾 我就要替你做牛做馬嗎 憑什麼 各位 我常碰到這樣的人啊 我老實講 你應該去幹嘛 我為什麼要去幹嘛 我是個評論者 我是個記者啊 我要 我要說那個人很可惡 董哥 我給你一把刀 你把那個 你講那個檢察官 你就把他砍掉 把他砍死好了 是這樣嗎 各位 你先想想看 我 我就是一個評論了 我就是個記者 記者 我就寫新聞 評論 我就評論新聞 就這樣而已啊 對不對 你應該自己去參選啊 你沒有參選 你每天講到這些都沒辦法改革 我選上了也沒辦法改革 我老實講 因為台灣人心已經壞了 台灣人心都覺得別人對不起他 台灣年輕人就這樣 別人都對不起我啊 自己有沒有替這塊土地工作過 努力過 沒有 就這樣啊 我老實講 因為我看不起老百姓 我不會去選啊 很多人要去選啊 那你就去啊 對不對 大家各有那個嘛 有人認為參選才可以改變 但是參選 我跟各位朋友講 參選喔 當選以後是發財的最好機會 因為這些人我多數都認識 以前很多都是很窮的 現在沒有窮的啊 現在沒有窮的 你只要從政就會有錢啊 很奇怪啊 不曉得錢從哪裡來 我也懶得去 問不出來啊 對不對 但是從政以後 你沒有看到哪個人沒有錢的 從政以後大家就變得很有錢了 錢從哪裡來 好奇怪喔 以前都是吃我的啊 以前大家在一起 有些人是當記者 有些人是當小官員 或者某公司的小咖 那現在 當選議員當選立委 哇每個人就 很有錢 看了我就很羨慕啊 我老實講 我在媒體間 我待過的媒體都是大媒體 大義也算不錯 中時聯合 TVBS 對不對 非得 中廣 我覺得 我待的媒體都算 在台灣 在同行的媒體都是比較 比較大 大義也比較好的 不過我 我離他們非常遠啊 各位朋友 從政就有這個好處啊 大家想方設法從裡面撈 那我看到習耀昌 我看了非常感慨 對不對 好像國民黨都對不起他 他估計在國民黨那邊 在苗栗幫國民黨拿下江山 那你不代表國民黨選 你也選夠啊 你為什麼只拿17%的選票 你要大聲什麼 我有時候看台灣真的就這樣 看一個新聞很感慨啊 18歲 對付專的女學生 去當車手 被警方抓到了 他 假裝無辜啊 我告訴你 我們台灣司法最可恥的 就是這樣 他是學生啊 孤戀他學生啊 怎麼樣 我告訴你 我如果是法官或檢察官 這種人收押禁見 他已經當車手當了很久了 還跑去金門 還跑去馬祖收錢 騙人家 要投資現金啊 結果被他騙的這個人 是一個醫生啊 被騙了好幾次了 後來跟警方聯手 一出現把他抓起來 18歲啊 各位 護專的女學生啊 他講說這個很清純啊 這個怎麼 他說我不知道 我以為是怎麼樣怎麼樣 你相信他嗎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年輕人 對那種羞恥心是沒有 我只要有錢賺就好 你現在抓到車手 哪一個不是年輕人 對不對 這些年輕人 他認為這個賺錢最快啊 台灣年輕人都投票給誰 大家也很清楚啊 大家看就是這樣啊 我們現在年輕人 讓人家失望啊 柯文哲煽動一下 我老人年輕 從陽敬老金我不花 是因為老人會搶年輕人的錢啊 變成載留子孫啊 年輕人七字都五 哇好開心喔 柯文哲就玩這一套 讓你世代對立啊 對不對 然後說我 你看我這些老年人 都在吃你們的啊 這是日本人的想法 日本人 爸爸媽媽年級老了 就把他 把他背到山裡 丟到山上啊 因為 你在家裡會吃家裡的糧食 小孩就沒辦法生活 所以你就在山上等死啊 各位 有一部電影叫 求山解考 各位朋友 墨志旁 這一個球長的球啊 各種部落的球長 求山解考 各位朋友去看 那一部電影非常好看 你把自己的長輩丟在那裡 你跟 你就是這種心態嗎 有時候看這些東西 你看得很難過 我們一般人 我們沒有說 你要孝順父母 到怎麼樣怎麼樣的地步啊 但是你盡量順他的意 你不要做壞事 讓他覺得沒有面子 我覺得 現在孝順父母其實是很容易 跟國際古代不一樣 找國際還要成婚定型去問安去幹嘛 現在根本不用 對不對 像我們回家 醫護也是父母在洗啊 欸小董你怎麼可以這樣 當然他洗啊 碗也是他洗啊 各位 就這樣 他覺得很開心啊 飯也是他在煮 碗也是他在洗 他覺得很開心 是啊 我讓他開心啊 我要去洗一碗 他一定不習慣啊 你幹嘛幫我洗 我覺得 有時候 現在孝順其實是很容易的 但是 你最主要 要讓他開心 讓他覺得 你 你的 那個可以在左林右舍 可以講得出說 我兒子在幹嘛 謝謝一桌地圖 好 謝謝 謝謝 道揚 非常感謝道揚 給我道揚 謝謝 馬來西亞 非常感謝 他說 謝謝 然後 威達 他說 董哥加油 謝謝 他還給我一大筆 非常感謝 道揚 又轉述一個董哥的好文章 謝謝 這文章 再講 人錢 我天天罵 台灣人錢不如北韓 可以看這篇文章 十七車 十七車 連續斗內兩隻 非常感謝 然後 蝦大熊 謝大熊你來了 很感謝 然後金剛 朱金剛 老友謝謝朱金剛 謝謝 好謝謝董哥 祝大家 七夕情人節快樂 謝謝